想了解你2024的全年运势吗 咱们多点耐心看完这条视频 你会清楚事业感情家运 方方面面的运势 先按赞关注 咱们接着上期讲 501945年1957年还有1969年 以及1981和1993年 包括2005年生人的鸡 他们的幸运数字是2和6 贵人生肖是牛和蛇 鸡的整体运势大幅上扬 正财和偏财运都不错 但要小心口舌之争 以免影响财务和名声 6是1962、1974、1986、1998 包括2010和2022年的生肖虎 他们的幸运数字是1和2 贵人生肖是猪 今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一年 生活中会出现很多新奇事物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在复兴的影响下 容易受到远方贵人 或者远方亲戚的帮助 所以属虎人财运事业 整体处于不错的状态 适合创业和出国深造 但要注意适当的停下脚步 调整状态容易疲劳 7是63年、75年、87年和99年 包括2011及2023年属兔的生人 幸运数字是8和12 贵人生肖是羊和猪 今年有重大变动 在两颗复兴庇护下 善于在变化中找到解决方案 保持健康 但有两颗凶星的影响 运势有所变动 容易搬家或换工作 与人交谈要注意言辞 以免受到伤害 另外要注意作息 8是54年、78年、02年和14年生人的马 今年的秀营数字是6和8 贵人生肖是蛇和羊 在八作星的影响下 事业和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但也会因为此行导致诸多凶星环绕 多有陷阱和意外 容易有血光之灾、泛滥桃花 需要谨慎处理 方可逢凶化鸡 95、56年、68年、80年 还有92年 包括04以及2016年的猴 他们的幸运数字是1和6 贵人生肖是蛇 属猴人今年整体运势欠佳 受到两颗凶星的影响 人际关系会面临负面影响 职场中有小人作梗 多做事少说话 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和竞争对手的影响 10是52年、64年、76年、88年和00年 包括12年的生肖龙 幸运数字是1和10 贵人生肖是鸡和鼠 今年犯太岁 运势波动较大 事业和学业多有受阻 但只要化解太岁 顺应九子离运的大趋势 也是可以有所发展 11是46年、58年、70年、82年、94年 包括06年属狗的人 幸运数字是10 贵人是鸡 受到冲太岁影响 今年运势一般 工作效率和情绪都会有所下降 另外要多注意自己的财务状况 12是47年、59年、71年、83年、95年和2007年生人的生肖猪 幸运数字为2和8 贵人生肖牛和羊 鼠猪人今年是红运当头的一年 在两个福星的影响下 是财情双收 贵人临门 在各方面都交出了满意的大卷 不过要避免骄傲自大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以上是12生肖的全部运势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把这个分享给你最重要的朋友 一起好运滚滚来 详细阅读运势和事件 还需提供你的生辰八字 想要了解自己详细运程的援助 关注私讯老师